大家好,这是莫阳花园 毕加索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艺术家 逝世于1973年 在他去世后30多年 有一对老夫妇突然拿出价值上亿美元的200多幅毕加索作品 声称这是毕加索送给他们的礼物 毕加索在世时很抠门 他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 最后法院怎么判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自2010年1月开始 巴黎毕加索管理委员会 陆续收到一对老夫妻皮埃尔和丹尼尔·盖内克的来信 要求替他们鉴定一批私人收藏的毕加索作品 并附上了照片 皮埃尔声称他手里共有271幅作品 毕加索的每幅画都价值千金 怎么可能突然冒出几百幅 而且从来没有在毕加索作品目录里出现过的呢 于是毕馆会的负责人 及毕加索的儿子克劳德·毕加索 穆甲思索地告诉盖内克夫妇 那些应该都是赝品 但是盖内克夫妇回信的态度很坚决 认定这些都是真品 于是克劳德邀请他们到办公室来一趟 2010年9月的一天 盖内克夫妇来到闭关会 从黑色行李箱里把作品一一拿出来 呈现在克劳德眼前 克劳德深吸了一口气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他一眼就知道这些作品确实出自他的天才老爹 除了无与伦比的质量与风格 这些作品都以一个只有毕加索本人才知道的编码系统记录着 但是这一大批金饰之作 是如何落在眼前这两个不起眼的老人手中的 这些年他们都到哪去了呢 皮埃尔介绍自己是个退休的电工 1970年到1973年期间 毕加索雇他去家里干过多次活 他俩成了好朋友 而那些画作是毕加索送给他的礼物 这批271服从未出现于公众视野的作品 后来被估价一亿多美元 三年的雇佣关系得了一份上亿美元的礼物 克劳德的直觉对他喉道 这些作品是偷来的 但是他没有证据 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带走那些作品 他只能不动声色地说 还要做些研究 完成后会再联系他们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收拾好那一箱宝藏离开 内心非常担心这些作品能不能得到妥善保管 老夫妇一踏出办公室 克劳德便拿起电话 联络他的代理律师报了警 壁管会控告盖内克夫妇 窃取并藏匿毕加索画作 盖内克夫妇被羁押 而那批价值连城的作品立刻被送往法国银行 与国家储备黄金一起被保管 2015年2月10日 此案开庭 毕加索夫妇早已不在人世 盖内克夫妇该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壁管会又能如何证明这些是脏物呢 皮埃尔盖内克声称 1970年 他帮毕加索修好了一台产自美国的烤炉 得到毕加索夫妇的认可 他们便开始让皮埃尔 在蔚蓝海岸地区的两座别墅等房产里 干其他杂活 包括安装和更新房道系统 于是皮埃尔有机会与毕加索成了好朋友 皮埃尔说 毕加索常常邀请我喝咖啡或吃蛋糕 然后一起天南地北的聊天 他常常称呼我为小表弟 他还形容这份友谊 建立于完全的信任之上 这个说辞被毕大师的孙女 玛琳娜所证实 毕加除了死去的毕加索夫妇 唯一认识皮埃尔的人便是他了 玛琳娜说 皮埃尔与爷爷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我们都很信任他 他是房子里的熟人 为什么玛琳娜是家里 唯一了解皮埃尔与毕大师关系的人呢 这人与毕加索复杂的婚姻家庭关系 毕加索一生有五个情人和两个妻子 第一任妻子奥加 与他生育了儿子保罗 孙女玛琳娜便是保罗的女儿 情人玛丽与他生育了女儿玛雅 情人弗朗索瓦斯与他生育了一儿一女 儿子便是闭关所的负责人克劳德 女儿叫帕洛玛 弗朗索瓦斯一直都希望和毕加索结婚 但80岁的毕加索在1961年娶了杰桂林 据说是为了故意伤害弗朗索瓦斯 毕加索还自信满满地对他说 没有一个女人会离开像我这样的男人 可弗朗索瓦斯牵着两个孩子 头也不回地走了 后来还写了一本书 将他和毕加索的家庭风暴公主于世 为此毕加索与他和两个孩子断绝关系 在极少数见面的场合里 对彼此都是撕心裂肺的伤害 据说毕加索曾对儿子克劳德吼叫 我希望你已经死了 晚年的毕加索身边只有妻子杰桂林 他虽然对毕加索照料悉心 但不让他见孩子和朋友们 理由是那些人想接近毕加索都是为了钱 据报道和传记 毕加索对身边人慷慨大方 曾经送话给司机、医生、理发师 甚至向他所要画作的路人 比如有一年毕加索在嘎那的海滩晒太阳度假的时候 遇到一个男人连续四天早晨来询问 是否可以卖一张画给他 到了第五天 毕加索终于站起身 走向临近堂椅上的女人 向他借了一支口红 然后转向那个男人 用口红在他的肚皮上涂鸦了起来 所以以毕大师的随性 送话给关系不错的电弓 并非绝对不可能 但是一次性送出271件作品 法庭上所有认识毕加索的人 包括跟父亲一起生活了20年的玛雅 都认为不符合他的个性和风格 尽管毕加索尔很大方 但更多的时候他很失吝啬 只是毕加人不愿这么公开形容他 毕加索习惯性地保留所有的东西 用过的地铁票 乱涂乱画的餐厅账单等 所以很难想象他会突然决定 把一批收藏了六七十年的作品 全部送出去 克劳德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父亲随手扔了一张 他涂鸦过的旧邮票 但他很快便后悔了 便让所有人帮着一起找这张 他仅仅是胡乱涂鸦的邮票 毕加索不但是个囤积者 对自己的作品还特别有控制欲 唯一的例外就是捐赠给博物馆的时候 1972年2月 毕加索失踪了三天 后来大家才知道 他去参加一场在伦敦举行的拍卖会 以重金买回了几副自己早年的作品 他们是在1930年代 被他母亲在马德里无意间卖掉的 众所皆知 毕加索在晚年 费了很多心思买回他的作品 而杰奎林更不可能送出丈夫的心血 杰奎林对于他的丈夫称得上膜拜 他不仅陪伴守护着晚年的毕加索 更加小心翼翼地保留着 所有毕加索接触过的物品 对每一张被毕加索以神圣之笔触碰过的纸片 都抱有着景仰之情 再者 每个送礼物的人都希望收礼者会喜欢并欣赏 所以送礼时 我们一般会根据对象来挑选合适的礼物 但是 这271件作品 却收礼者毫不相干 盖内克夫妇甚至不喜欢这些作品 皮埃尔对CBS电视台记者说 艺术对我们来说就像中国话 他甚至直白地说 如果有人让我把这箱子丢到火炉里 我会二话不说的这么做 一次表示他对这箱宝藏的不理解与不在意 戴尼尔更直接承认他实在欣赏不来这些画 我不是嫌这些作品丑 但我不喜欢他们 最重要的是 玛雅说父亲从来不送出妻子和孩子的肖像 为妻子与孩子对他意义重大 而那271幅作品里 就有女友费尔南黛和第一任妻子奥加的画像 这也是有道理的 毕大师的很多肖像的画作 都充满了肢体肉欲 非常私密 就算别人看不懂 毕大师自己可是清楚的 而且 这批作品里包括两本素描练习本 里面都是草图 毕加索生前从来不送人草图 最后大家都知道 毕加索在赠画和卖画前都会签名和签日期 以免日后失踪或伪造 但是这271幅作品中 唯一有毕加索亲笔签名的 是一份毕加索作品展的目录 上面也提了皮埃尔的名字 况且 盖尼克夫妇两人对当年情况的描述也有矛盾 丈夫皮埃尔说 1971或1972年的一天晚上 他完工了正准备回家 姐昆林叫住他 来 这个是给你的 然后递给他一个箱子 作为毕加索夫妇对他的忠诚与服务所表达的感谢 妻子丹尼尔则告诉调查员 他记得那天皮埃尔带着一个被塞的鼓鼓囊囊的大袋子回家 里头就是那些画作 当时皮埃尔还曾告诉他 毕加索在整理工作室时送给他那些作品 根据这些举证 原告律师进一步指控皮埃尔是国际艺术品贩卖团伙的成员 他认为 不法分子知道皮埃尔和毕加索的关系 便利用他来做掩护 因为这种受到高度关注的赃物 一般无法脱手贩售 同时调查人员也质疑 为什么盖内克夫妇直到2010年才想到 将已经存放近40年的箱子拿出来呢 是不是打算等到过了盗窃追溯时效 才处理这些作品呢 而且这些作品状况非常好 不太可能是在车库里随意放置了40年 但皮埃尔答道 这些作品大多是素描涂鸦和旧纸片 实在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 如果我们想卖了它们来挣钱 我们早这么干了 他解释 2008年他被诊断出前列腺癌 开始考虑身后事 才拿出那些作品做鉴定 法官问 毕加索享有如此盛名 而箱子里的东西你摆了40年 却连看都没看 就算不管这些作品的金钱价值 它们对你难道没有情感的价值吗 你没想过把它们挂在家里吗 皮埃尔只是回答 我想慎重处理 在欧美文化中 收到礼物的人通常会当面打开欣赏一番 拥抱亲吻送礼者 以表达喜爱及感谢 收到这一份大力 应该满心欢喜 引以为傲 为什么要慎重处理呢 法官最终相信 这批作品是脏物而非礼物 由于无法得知实切的时间 地点以及涉案人 也因此并未在判决书中 指明盖内克夫妇就是行窃者 法院最后判定 这批作品必须归还壁馆会 而盖内克夫妇则被判两年缓刑 壁馆会对判决表示满意 但盖内克夫妇却提出了上诉 无论上诉结果怎么样 这件事似乎不会再有更多的震惊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份神秘的毕太太遗产 继承人民班 将整件事推上了另一个高潮 富有的毕太太真实身份 是毕加索司机莫里斯·布雷斯洛的遗孀 莫里斯在遇见毕加索前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大约从1966年起 他逐渐成了毕加索最后几年的司机 助手以及心腹 被毕大师亲尼地成为泰迪雄 泰迪雄·莫里斯于1991年去世 他的妻子毕太太于2009年过世 膝下无子的他 点名了六个人来继承他的巨额遗产 其中之一便是泰迪雄的表弟皮埃尔·盖内克 毕太太为什么会那么富有 这也源于他和丈夫泰迪雄 持有250幅以上 实际数目不确定的毕加索的画作 也曾因此受到毕管会的指控 按泰迪雄夫妇的解释 毕加索生前常常给泰迪雄夫妇寄明信片 还送了他们数百件素描 这层亲戚关系的捅破 对盖内克夫妇非常不利 泰迪雄的侄女兰伯特夫妇 多米妮可和伯纳德甚至跳出来说 盖内克夫妇是泰迪雄引荐到毕加索家的 并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 通过一则工作广告成为毕加索的电弓 而且蓝波特夫妇还爆出了更大的内幕 说泰迪雄夫妇曾不止一次的向他们亲口承认 那些毕加索作品都是泰迪雄偷来的 泰迪雄的岳母曾向当地警察局密报 警察都上门来了 但是只是盘问了一会儿 没有进门就离开了 门后的毕太太松了一口气说 真是差一点 伯纳德说 泰迪雄似乎一点都不避讳谈到刑切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怎么偷的 而且他总是说 毕加索在世的时候 他什么也没有拿 为什么泰迪雄夫妇 要把这天大的秘密告诉蓝波特夫妇呢 他们声称 一直到1986年才知道原因 这一年 毕加索的遗孀杰亏林去世了 泰迪雄立马打电话给伯纳德蓝波特 让他去给那些作品找买家 泰迪雄可能觉得自己出面卖这些作品太冒险了 所以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 有做生意经验的亲戚去卖赃品 卖了一辈子蔬菜瓜果 伯纳德哪里知道如何兜售大师级作品 想来想去 他找到了一个在巴黎郊区跳踏市场里 经营古董生意的客户 从而联系上一个挺有名的艺术经纪商 几番讨价还价后 这个经纪商答应接手转卖这批毕加索作品 于是伯纳德开始在假日里拉着那些作品 北上巴黎 然后再去把钱带回给泰迪雄 作为酬劳 伯纳德能得到售价的10% 每一幅素描可以卖到4万法郎 但是从1989年起 泰迪雄抱怨售价太低 他对伯纳德说 你的巴黎小朋友支付给我的是买花生的零钱 1991年 泰迪雄去世后 他的妻子B太太继承了这座金矿 他在卖了一大笔画作之后 伯纳德也分到了120万法郎 约18万欧元 事过多年 为什么兰伯特夫妇决定供出这些呢 他们的说法是 当时警方已经开始知道事情 他们怕之后有麻烦 所以赶紧供认 而且 他们跟泰迪雄夫妇感情并不和睦 晚年的B太太很寂寞 开了很多空投支票 让兰伯特夫妇 在1997年搬去和他一起住 但多米尼可说 这个作用金山的老妇人完全无法享受财富 他极度小气 冰箱里的食物都是过期的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话说回来 那些毕加索的钱 我宁可一分都不要 那是肮脏的钱 不过 兰伯特夫妇不是也已经得到了很多好处吗 而今 他们全盘供出实情 也许是因为没有被列为六个继承人之一 所以怀恨在心 泰迪雄和表弟 一个是毕加索的司机 一个是电弓 各自持有两百多幅来历不明的毕加索作品 毕加索的遗双遗过世 泰迪雄立马开始卖化 而泰迪雄的遗双遗过世 PIR很快就联系闭馆会 要求渐进真伟 这两个情况不仅非常相似 调查的证据也显示 两批作品的关联 比之前假设的还要紧益 尽管没有确切证据 但检方认为 盖内克夫妇没有自己动手行窃 而是在数十年中 接手泰迪雄偷来的脏物 并且盘算着长期持有这些作品 直到布雷斯诺离世 也有人认为 盖内克夫妇的作品 一部分来自泰迪雄 一部分是自己偷的 但是盖内克夫妇却解释 两家人在1970年代 确实常常往来 但在发生了一次争吵之后 就慢慢疏远了 他们甚至没有参加泰迪雄的葬礼 由于已经很久没见泰迪雄夫妇 对他们的收藏细节并不知情 只知道泰迪雄说过 毕加索也曾赠送他很多礼物 他们在上诉法庭的庭审中 改变了口径 说毕加索过世后不久 杰奎林便要求他 暂时保管十几个装垃圾的大袋子 里面都是未签名的毕加索作品 一段时间后 杰奎林从皮埃尔家里取回这些袋子 却留下一袋 并告诉他 这是给你的 留下吧 杰奎林之所以这么做 是不想让这些作品 落入妓子克劳德的手里 克劳德就是出现于 故事一开头 闭馆会的负责人 毕加索长子保罗 于1975年去世后 克劳德成为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也是毕加索财产管理代表 皮埃尔盖内克还解释 在出审时没有说出实情 是因为担心连同夫人一起 被指控为盗窃这些袋子 当然 毕加家族和律师 抵死不承认这个可能性 可这个新版证词并非毫无根据 杰奎林和毕加索子女的关系 确实不怎么样 毕加索活着时 他几乎不让他见任何人 他死后 他甚至不让克劳德和帕罗马 参加葬礼 更想方设法不让他们继承 庞大家产中的任何一丁点 由于毕加索没有留遗嘱 以双杰奎林和他前妻 及情人所生的子女们 带领各自的律师 估价人以及公正人 为了争夺财产相互厮杀 据说开了60次会议 耗时8年才达成共识 杰奎林在1986年举枪资金 据说是对毕加索的过度思念 使他终日沉浸于悲伤 难以度日 他在身前一直认为 克劳德和帕罗马的意图就是钱 而他本人更坚持 让毕加索的作品成为世界资产 而非据为己有 于是促成了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成立 这一次对盖内克夫妇的起诉 将曾经为遗产而相互厮杀的 毕加索子女们团结到了一起 对271副作品的回归做努力 经过一番波折 他们确实做到了 2019年11月 最高法院做出最后判决 维持2016年上诉法院的原判 盖内克夫妇被判缓刑两年 而且不可再上诉 这次判决 终于为这个长达10年的 跨世纪迷案画下句点 而此时 盖内克夫妇已双双成为 冒蝶老人了 他们并未出席 最高法院的最后审判 但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 他们是清白的 毕加索带着旷世才华而来 傲视群雄 富可敌国 但他的名声 财富与自负 也筑起一道墙 阻隔了那些 本可以带给他温情的人 他孤独地死去 未留遗嘱 此后不仅他的后代 还有那些真真假假的朋友 都围绕着他的作品和财富 产生了无数的纷争 喜欢我们的原创视频 请关注墨药花园 并点赞评论哦